我現在是尖東的海旁 基本上看著這麼漂亮的海 跟大家說一說一個四大家族的故事 新世界最近就換了稅 江仔就下來做一個非洲民動詞 為什麼他會下來? 報紙佬寫說他弟弟和他爸爸 就覺得他在任內不算做得特別好 事實上看回整個新世界的數據 的確不太好 估值由高位跌了八成 虧了二百多億新世界的債務問題 令到他不斷地賣資產 整個感覺就是新世界的負責 而江仔本身就是一個高材生 他是哈佛畢業之後去日本深造 他也是一個很有藝術風格的日子 不論是K11或者他起出來的樓 比較注重日式的風格 配合藝術氛圍的生活 這個人我挺欣賞的 至於商業層面他有沒有錯呢? 我又覺得他特別錯了 只不過心不服事 當他想著擴張時又遇見 口袖事件、暴力事件、加息周期 在香港最差的時間 他就坐在一個王位那裡 都挺難的 當然是高招一點 好像李山一樣 一早就報警察 簡單來說 眼光的問題 差一點點 但他也是一個聰明人 然後他就坐在那裡 有什麽